好 谢谢委员 在履约过程的释法性 与经营过程公开透明 我们公务员做事 绝对的依法行政 但是我们也很期待 在各位委员会的监督之下 能够让我们不容许有任何的下肢 所以希望在这件事情 很多的OTA店 今天由阵风处 来做这个主政机关 目的是什么 其实大家认为阵风 好像都是在除弊 其实另外一件事叫做心力 我们希望从心力的角度 让大家更放心的 大胆的去做一些 对市政府有利 而且我们也是合法的 去进行所有的这些 OTA的这些案件 它将来在整个促餐的过程当中 包括我们促餐的一些 相关的文件 促餐招商的这些过程当中 包括租金 包括钱力金的收取 还有包括将来整个 征修改建的过程当中 都由我们这些外部委员 跟我们内部委员 共同来做一个监督 让包括监督我们市府的主办单位 确实依照 促餐法的相应规定来进行 来避免掉一些相关的 这样的正义要产生 所以希望未来也能够透过 各位委员会的监督 也能够让我们促餐法 委外经营的体制长 无论财务政策 时间影响都更巨大 都更巨大 也能够对业务单位的 这个履约管理 形成更多的负担 却没有相对监督机制 来做这个协助的工作 所以市长交由公正客观的政风处 来担任秘书单位 就是目的就在于此 将来的东岸停车场 因为它也是依照促餐案 这样的一个委外的停车场 当然也在我们这个委员会监督的范围之内 所以将来包括相关租金的收取 权利金的收取 还有将来他们整个征修改建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外部专家学者 跟我们内部的各单位的一个委员 一定会来善尽把关的责任 为市民的这样的一个财产 来做最严格的一个监督 来成立这个委员会 我们能够建立一些 对我们基隆市政府的所有员工 大家更大胆的更放心的去做一些心力的这些案件 当然在委员会的督导之下 我们绝对依法行政 绝对的是把市政府的效率推到极大化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召集人方定安秘书长表示 非常感谢委员能够用不同的专业 来帮助市府在促餐案方面 给予相当的协助 替市民财产把关 善尽监督责任 也可以让基隆的公务员能够依法行政 又能够有效率地促进在地繁荣 记者黄泽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